由安东尼·阿奎福指导的惊悚科幻片《无限》 竟如确定放弃在北美面线放映 转为登陆《派拉蒙》 特伟斯艾文斯曾因为档期冲突退出该片的拍摄 由马克沃伯格商谈后顶替男主演的位置 本片由变形金刚制片人洛伦佐迪·伯纳文·图拉制作 《派拉蒙》希望能将其打造成一套新的系列电影 《无限》改编自小说《转世文献》 聚焦一个被自己的前两世纪缠绕的男子 引出了一群几乎长生不死 几世纪来独自转生的人 他们来自一个有着几百年历史秘密组织 科罗米拉 为了打败想毁灭地球的邪恶力量 他们必须依靠这个精神分裂的男子 而这个人经历了种种危险后终于搞清楚 他常做的奇怪的梦都是前世的记忆 朋友粉丝戏言马克沃伯格简直是美国大众恋 他出演了泰迪熊二次被评价为 熊都比人让我印象深刻 告不少粉丝吐槽 他撞连马通的杂蒙 让人傻傻分不清楚 知道马叔在这部片子中 能不能给看见他的脸盲观众 留下无法磨变的印象呢